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曾小玥 歡迎收看這集的《有問必答》 在此呼籲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你致電電話二線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到 ask at bschannel.com 這隻嘉賓請來Stanley 去解答你們的股票問題 Stanley 你好 好 先和Stanley聽聽 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鄭小姐 鄭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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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你好 聽到 早安 早安 我想問1589 她今天申請市 我是營購了100元股 我看她又好像不怎麼動 這個股 明白 明白 1589 有一隻中國物流 中國物流資產最新 報3.2號 這隻股份 鄭小姐就有貨 不是很動 怎麼部署 Stanley 鄭小姐 我想問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多少錢才會沽貨 我本身14元想沽 多少錢 4元 4元才會沽 但是她三個半都好像也想不到 所以我又想低一點沽 因為見到她今天上了也沒什麼力 是的 不過呢 先和你計算一計 如果假設你真的想4元沽 意味著你打算升大約2成多 回報是2成多 當然如果到4元的話 你真的相當不錯 但是你看看近期的新股 表現又 第一天的反應 又不算很理想 而且這隻本身 如果你看回集資的規模也好 公司的規模也好 其實比較大隻 通常我們說這些 比較大隻的新股 你真的要有一個很大的賬幅 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通常你可以說小隻的 好像這陣子上市那些 很多的新股 基本上一些可能因為 貨源歸邊的情況 有些規模比較小的時候 它那個上升的 我們叫做動力 可能相對來說 比較大 但是你說好像以這隻來計 一來規模比較大 二來就是說 你說公司業務的性質 你說是否很有吸引力 其實都會一般般 還有這個板塊 都有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不斷要靠很多的收購 買很多地回來 做一些物流園 所以我們的資本開支其實是很大的 今次雜資所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公司都是用來還債 還有用來買一些資產居多 所以這一隻其實會比較慢一點 還有正如剛剛提升到 它的尺寸這麼大 你說要推上去到四元的話 我覺得有些難度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貪心 你看一下 晚一點 晚一點 如果有機會去到三五半 留上這些位置的時間 你便考慮一下 又減遲一半先 至少將那些錢 放在袋子 你留下一半 你看有沒有機會 再升的時間 才再減遲 但四元這個位置 坦白說 真的好像比較難一點 因為現在你這樣計 說真的 市值幾乎九十七億 這間公司的規模 其實是比較大的 如果你有大漲幅的話 有些困難 所以暫時又沒有那麼貪心 又沒有那麼盡水 有三個半這個位置的話 考慮一下就有課 我先 謝謝Stanley 也多謝謝小姐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第二位的家庭觀眾 有吳小姐 吳小姐早晨 是 吳小姐你好 早晨 是 我想問2628 我會在17個半有貨 那你去看 到甚麼位置呢 謝謝 好啊 2628有中國人 售最新股價17.5號 四雅升幅8分之一 今天曾經創超過一個月的新高 判中高竟17.5號8 這隻股份吳小姐17.5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呢 吳小姐 我有些問題想問一下你 我想問 為甚麼你那時會選一隻中仁壽 是否覺得它比較落後一點 因為我之前都拿了貨 所以後來人得出幾個月 加了一些貨 因為有貨所以有加貨 明白 為甚麼這樣問你呢 其實你要看中仁壽 這兩個股價的表現 都叫做做得不錯 有些反彈 但相比之下 其實另一隻平保的走勢 是更加之亮麗 留給圖你看看 你便知道 這隻中仁壽 這隻中仁壽 基本上股價 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都有些反彈 但相比之下 平保的走勢 你看看 強很多 所以反映到 當市場的氣氛 比較好轉的時候 其實平保的表現 相比人壽會比較好 事實上為何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始終你都可以說 中仁壽比較多蟹貨之餘 其實那個發展 似乎就真的可能 好像平保那麽理想 雖然你會見到 如果你以最新公布出來的數字去看的話 一些叫做保衛生物方面 中仁壽的表現 是比這個平保為優勝 你見到數字上是比較好的 但如果看回為何會出現這個因素 最主要是因為可能上年時間 中仁壽的行業 申補費生物方面的表現 做得比較差少少 可能基數之下 今年的表現做得比較好些 但相反 看回這個平保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它的保費增長其實很穩定 今年以來都做過好像2成2成3一個的增長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一堆內險股 怎可以有得升 就是A股市場做得比較好 而且就是說 可能經濟的情況是比較理想的時候 兩者都會有得彈 但彈上去也好 你真的會見到那個情況 平保的表現是比較優勝 所以現在你怎樣做法 因為既然你現在拿著人壽 我都覺得你拿著才有模仿 因為其實跌的空間就真的不大 甚至乎你都真的可以說有一個追落後的概念 因為始終我的股價都真的那麼殘 如果你是彈的話 那怎樣都好 假設A股依然有一個好的表現的話 追落後都依然有機會 可能去到大概18 甚至乎19左右 就是這些位置的水平 但大升的空間就暫時真的看不到 甚至乎我會建議你 如果假設真的平保中仁壽 有機會到大概19這些位置的時間 不妨考慮一下 先沽下去 等機會買一隻平保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平保的基本面 真的可能相比這個人壽 其實比較好一點 那我都常常都說 如果要買內險股的話 那平保真的可以把你首選 所以建議你 如果假設中仁壽 去到19這個位置的話 就先去貨 好 謝謝 Stanley 吳小姐是否還有第二隻股票問題 我請問如果平保可不可以再追入呢 平保現在追入 當然看你本身投資的心態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不急著買 等下才無妨 因為始終我相信 你說現在 危險股現在可以再大升的空間 除非突然你說A股再把浸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再大升的空間似乎又不是那麼多 但這隻如果你真的想買貨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34、35這些位置的時間 才再想回都未遲 好 謝謝 Stanley 吳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工商可不可以在這裏入 還是等 好 1398 工商銀行最新股價4.37 今天股價偏遠 這些價位可不可以入貨 內人股 始終你問我的話 我都有些保留 你有貨拿著先就無妨 但是你說是否要買呢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先 除了大家對於內人股的看法 就是比較審慎 事實上現在內地 當然股價方面 反映了很多 叫你投資因素 大家都知道 但是似乎 除非內地經歷狀況 真的有一個比較好理想的表現 雖然剛剛出的數據 你可以說是比較理想 你可以說新生體款也好 GDP也好 比預期中是理想的 其他數據都是 但是似乎股價之前已經先走一步 變成現在再升上的空間 真的有限 還有你看到圖會見到 這是半年圖 你會見到四個四樓順這些位置 的阻力很大 半年以來 到這些位置之後 都突破不了 所以要買這一隻 不妨給點耐性 我反而會建議 如果未有貨的話 不要急著買 你看有沒有機會 去大概四個一半 四個一半這些位置的時間 你先再考慮 但是要買的話 記住 趕著資金 可能你的心理準備 就是長期抗戰 基本上買下去之後 就不會隨便拿出來 因為你買得這一類的版塊的話 就算是收息的了 所以就不需要這麼急著買 好啊 謝謝Stanley 也多謝了 吳小姐的電話 節目時間差不多 先和Stanley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房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長期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有物必答